欢迎来到小语频道 我是小语 现在的小语 今天我们很有幸的再次邀请到了Tennis Hopkins的Jack顾律师 你好顾律师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购买房屋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最后用律师帮助我们来完成交割 可是我们经常被问及到 这个律师到底什么时候该找 他到底在整个的购买房屋的过程当中起到哪些作用 今天我们就想跟专家聊一聊这个方面的话题 这样来帮助您来寻找律师 然后知道什么样的律师 是个好律师 他到底给你做些什么工作 那顾律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很多首次购房的人 他们可能对这个律师这一块的职责 他们不是特别的清楚熟悉 那么您能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说在买房的过程当中 律师都起到哪些的作用 OK 那么通常我们律师的其中一个比较大的职责就是为客人的最高利益服务 对 那律师通常会分别代表买家和卖家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主要是举一个举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我是代表买家的 是的 那就是说首先我们建议客人在看房子之前先要搞清楚这个房子到底是属于拍卖的还是溢价的 是的 那如果是拍卖的话 我们通常建议那个时候客人就联系我们 因为拍卖以后这个合同它是没有伸缩和谈判的余地的 对 所以它必须要执行的 就是后果的没用 对的 那就是说在这个之前我们通常建议客人做building report building inspection 就是对房屋的检查 对 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看这个lim report 这个还有一个叫这个title title 和title下面的instrument 这些都是您帮客人提前去这个把关的地方 对的 那大概的话就是说需要提前多久 如果一个房子他想去拍卖也好去溢价也好 要多久提前多久要让您开卖 通常我们建议是给我们一个一个一个星期时间 OK 这样我们看了以后我们给客人也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去考虑到底是买还是不买 嗯 可能有的这个房屋不是说简单的就是你去买吧 可能要也要做很多duty diligence 所以说最好的话还是有这个一个星期的时间对空余出来 好的 嗯 然后那么如果说他觉得我很放心这个房子他决定想买 那接下来律师会帮助做哪些工作 对首先呢就是说如果是拍卖的话呢 那就是所以我们叫unconditional 那我们就是各方面的这个条件都比较已经符合了 是的 包括那个finance包括这个银行贷款这方面 如果你有贷款的话 不能再说有条件 对对对 那就是我们会跟那个对方律师在交过之前我们会有沟通 嗯 包括啊我们先我们沟通之的同时我们会呃给客人准备有关的法律材料 嗯 我们需要跟他见面 嗯 然后呃 签署有关的材料 是 文件 你会跟他解释这些文件到底是代表什么意义 对 很多人都是这种legal document的不太清楚上面的jargon 对对对对 嗯 那您觉得在这个买房子初期阶段您是否建议客人早点联系律师呢 嗯 最好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您对这个房子真的是很喜欢嗯 而且是呃比较倾向于买的话呃我通常还是一个一个提前一个礼拜 提前一个礼拜就好 好对啊 那您有没有在这个平时做这个condensing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客人呃想建立一个新的这个entity 比如说那这个trust之类的哎这种模式去来做这个购买房屋的这个owner啊 这个有的嗯嗯那么呃通常呢如果说他是已经建立trust那可以用trust的名义去买嗯嗯 那如果说呃他有自己的个人公司但是在买房子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建议他考虑建议trust 因为这样的话trust有很多这个益处 当然trust有很多不利的支出 那益处的话呢他就是说比如说对个人财务方面 个人资产的这个保方面他是起到一定的这个法律法律作用是的嗯嗯是我们这个trust方面啊可能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话题好我们可以以后有机会我们深入的谈一下可以那么也就是说最好呃就是早一点啊决定下来自己必须是什么因为可能涉及到呃这个到时候来拥有这个房屋的产权的问题哈所以说越早越好也不是很被动对然后在这个预批的期间如果看到好的方便 那么就赶紧联系律师去看你们一般给客人就是说在reasonable的情况下可以看多少个房子有的客人啊有的时候记忆一下买这个网那个网通常我们看看这些材料呢通常是我们需要花时间的是的那如果是一般的话比如说我们这个他成功了就是到最后拍卖成功了或者一下成功了这个我们价格都不算就是包括在整个一个是吧 啊费费费里面的哦OK那如果要是万一最后没买的话花了你很多时间我觉得也不费那应该想我们会reasonable charge一点 好的那顾律师这个我想问您呢在您呃从律师角度来讲您认为一个好的律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因为市场上真的有好的律师有的客人跟我反应就是说他的律师不负责任呢有的律师就非常非常好那么您觉得一个好的律师在做convencing方面 一个好的律师是什么样子的哎我觉得这个好的律师我觉得每个基本上我所知道的律师都非常好没听过太多的负面意见嗯但是我觉得首先这个律师还是呃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是为了客人最大的利益是吧那么在整个一个神看整个案子的过程中间呢我们需要比较细心对 因为有些那个那个房子上的一些问题是呃贪图上的问题我们需要及时找出来然后给客人解释清楚是的细心然后加上耐心哈哈哈我觉得还要加上一条有爱心是的真的是我觉得如果是丢了这个love的话我觉得这个service就成船再生了对对对对嗯非常好对 谢谢你顾律师那么顾律师所在的这个律师事务所tenus hopton也是一个老牌的这个律师事务所了哈对那么为了我们好很多这个华人朋友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房屋的一个交易 然后因为他们有这个语言上面的优势所以说呢呃可以帮助您去这个回答很多你可能在没有这个语言优势的这个律师事务所上面哎继续觉得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然后呢呃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好的谢谢你顾律师今天你的时间然后也谢谢大家收看呃如果您要是在考虑这个要买房的话那么我们也建议你尽早的呃选择好这个律师因为他比你起到作用是非常大的 然后呢也欢迎您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律师呢来来联系顾律师然后来帮助你来实现你的房屋梦好的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